嗨 大家好 我是科幻民不满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蜘蛛侠的下半部分 上半部分描述的是帕克如何从普通青年蜕变成蜘蛛侠 下半部分则侧中描写了他成为蜘蛛侠之后跟绿魔的三场大战 最近一段时间蜘蛛侠每天穿梭于大厦森林之间 用潇洒的身姿将坏人手之以法 犯罪分子们都恨死他 普通市民们都爱死他 让他生亡大糟 因为蜘蛛侠装束的原因 市民们虽然热爱蜘蛛侠 却没人知道他就是大男孩帕克 在不戴面具的时候呢 帕克跟普通大男孩差不多 他也喜欢着一个叫MJ的邻家女孩 却爱而不得 他的交集圈也很小 只有一个富二代朋友哈利 朋友的性格很好 常常为自己是富二代而自卑 这是真的 因为同学们都不想上学 他父亲却让司机开罗斯莱斯送他 他总觉得不舒服 相比之下呢 朋友父亲的性格就复杂得多了 他叫诺曼 是一个大集团的董事长 也是个科学家 他因为跟帕克有很多共同点 对他青睐有加 结成忘年之交 诺曼的集团有过许多的尖端发明 比如黑科技滑像液等等 最近集团又受军方委托 正言发一种人体强化剂 目前已经推进到小白鼠试验阶段 在大多数的测试中 药剂都是成功的 能让小白鼠体能增强八倍 但也有一次测试失败了 小白鼠表现出暴力倾向 侵略性极强 有个严谨的科学家建议 把整个实验打分重做 但这根本不现实 因为将军已经着急了 他命令诺曼快点做人体实验 再没有实质线的结果 他就撤资赞助竞争对手公司了 那家公司正在造人体盔甲 他觉得那东西就挺好 诺曼更加着急 顾不上强化剂 仍不成熟 当晚就开始人体实验 实验对象就是他自己 那位严谨的科学家建议再等等 但实验成百 关乎集团存亡 时间根本不够用了 诺曼破釜沉舟 启动实验 他肌肉暴涨 心率猛增 身体却剧烈抽搐 最终停止了心跳 科学家上前抢救 不料诺曼又猛的复活 如野兽一般杀了他 次日早晨诺曼在睁眼时 发现自己不知为何 竟然睡在地毯上 别人赶过来汇报 昨晚那个严谨的科学家被谋杀了 凶手不明 集团招牌型的滑翔翼也被凶手偷走 诺曼一脸茫然 全然不知这些坏事都是自己干的 因为昨晚的药物实验产生副作用 使他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黑暗人格 那些坏事都是黑暗人格做的 集团的实验发展到这儿 仍然没法拿出实质性的结果 约等于失败了 各大报纸疯传 再这样下去 集团就要破产 诺曼越发焦虑 黑暗人格越来越沾上风 时间快进 眼看着就到了将军给的最后期限 他改去参观竞争对手公司 对他们的人体盔甲赞不绝口 他准备马上投资这家公司 而至于诺曼的集团呢 让他关门破产才好 说话间 一阵阴森大笑游远极近 诺曼又被黑暗人格控制杀过来了 什么人心盔甲 什么将军 全都被炸上了天 从这天起 竞争公司的计划受到重创 将军也死了 诺曼的集团在无对手 一跃成为美军最大的供应商 这简直是如日中天 诺曼在董事会上宣布这一消息时 脸上出现久违的笑容 不料 董事们却表示 嗯 说得不错 所以我们准备把集团卖掉 诺曼顿时傻眼 这种事我怎么从不知道呢 这当然是因为董事们的阴谋了 他们沆险一气 正准备联手把诺曼罢免出董事会 并将以高价卖掉整个集团 再过几天 他们会在一场圣大街年华中向全世界宣布这一消息 诺曼声音都颤抖起来 毕竟这集团是他毕生鲜血 董事们毫无怜悯反而嘲讽诺曼说 你出局了 可是诺曼真的出局了吗 他脸上涌现一阵音效 已经在构思怎么杀董事们了 嘉年华大会如期召开 高饱和度的色彩并不会场 民众们都陷入狂欢 董事们则在会场最高处享受着财富带来的特殊待遇 帕克也在现场 他本想拍摄大会盛况 却拍到MJ和自己的朋友在高台上亲密 因为MJ又有了新男友 这次正是他的朋友哈里 两个人沾着诺曼的光也得以在高台观赏 正说话间呢 一个不明黑影呼啸而来 观众们还以为是节目效果 鼓掌欢呼 但其实这是诺曼 他又被黑人格控制 脚踩花香翼 神皮飞行衣 专程来杀董事们 在他的攻击下 董事们纷纷化为白骨 但威胁远不止这些 因为高台正在坍塌 无辜民众会被砸死 MJ也要摔死了 时代紧急 帕克边跑边换衣服 华神蜘蛛侠 凌空一踢 战斗开始 战时焦灼 诺曼不需要遵守任何地线 帕克却总要救MJ无法发挥全部实力 他只好改变思路 先用蛛丝制盲诺曼 再破坏他的花香翼 诺曼被迫撤退 帕克终于成功把MJ救下 全纽约市民都见证了他俩的蛛丝花香 忍不住欢呼 MJ放心猛动 好奇眼前的蜘蛛侠究竟是谁 但帕克不能透露身份 只说我是你们的好邻居 留下一身谜团 从这天起诺曼的人格分裂日益言中 他听见家里像恶魔地狱一样有个声音在跟自己说话 他看向镜子 没想到这个声音竟来自警钟的自己 镜子里是他的黑暗人格 镜子外呢则是他的正常人格 他的正常人格仍然残存良知 并不知道自己曾干过那么多坏事 而他的黑暗人格则怂恿自己继续作恶 最终还是黑暗人格获胜 诺曼从此一路黑到底被人们称为绿魔 诺曼的黑暗计划第一步是把帕克纳为手下 于是他抓住一次机会把帕克骗出来偷袭 并用催眠喷雾活捉 他试图离见帕克和八百万纽约市民的关系 说这些市民都是白眼狼 永远不会感恩 只配被英雄踩在脚下 而这天下的英雄只有你和我罢了 他给帕克留几天思考 扬言过几天再来要答复 帕克并没有被这些话动摇 自由之后仍在城市中行下仗义 在这样一个雨夜 一伙流氓把MJ逼到墙角飞里 帕克自然不能做事将流氓的避网打尽 这已经是MJ第二次被蜘蛛侠救了 他如痴如醉摘下帕克的半个头套深情线闻 对于两个人来说 这次颠倒之吻都是永生难忘 但据我观察 观众们对这一幕还是有争议的 争议的焦点就是吧 现在MJ和帕克的朋友也就是哈利 还是男女朋友呢 好吧先跑开男女关系不谈 过几天纽约城内又出现一场大火 有个市民被困火海 消防员们都束手无策 帕克再次航空出事闯入大火 从声音听被困的是个女人 然而当对方转过来之后 帕克吓了一条 这竟然是诺曼假扮的 他最后一次劝详帕克 在遭到拒绝之后释放出数个飞刀球 帕克优雅躲过绝大多数 但是注意细节 他的左臂还是被割破了一处 后来火海发生大爆炸 帕克趁机逃走 是一定要找到杀了他 然而问题在于 诺曼和帕克在战斗时 都穿着各自的战斗装束 双方虽然互为宿敌 却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所以当两个人摘下战斗装束时 关系仍然和以前一样要好 这天两个人刚打完仗 诺曼就组个饭局 邀请帕克参加 吃饭时他注意到 帕克的左臂被割破了个口子 整根蜘蛛侠的伤口一样 答案已经非常明显 帕克就是蜘蛛侠 这下子诺曼心乱如麻 因为此前他一直对帕克欣赏有加 他的好坏人格再次争斗 而这一次还是黑暗人格获胜了 他决定杀人猪心 先伤害帕克唯一的亲人 梅伊 看他这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我现在都有心理阴影 可怜梅伊一把年纪 更是被吓得昏死过去 当帕克得知消息时 梅伊已经被送进医院 万幸他除了受惊吓 并没有生命危险 刚好MJ也在这探望 两个人便在病房敞开心扉 聊了起来 MJ坦白 自己虽然没有跟他的朋友哈里分手 但自己被蜘蛛侠连救两次之后 似乎已经爱上蜘蛛侠 帕克接机谎称 自己呢其实跟蜘蛛侠是好朋友 MJ听了异常兴奋 满眼都是星星 忍不住握紧帕克的手 不早不晚 哈里刚好进门撞见这一幕 他的衣服是黑的 帽子却是绿的 朋友深受打击 把帕克绿自己的事告诉诺曼 这父子俩都是一身黑 寓意呢已经非常明显 他们一起走上了黑话之路 诺曼发誓一定要替儿子出气 狠狠教训帕克 他把MJ迷运困在纽约的皇后驱大桥上 想引游帕克来救 光是这还不够刺激 他又劫持一架马克缆车 以此呢组成一道选择题 帕克要救MJ 游客们就得死 反之亦然 说完他两边同时放手 帕克会怎么选择呢 他第一反应是去救MJ 但救城之后有接住缆车 试图两个都保住 但这对体能消耗也是极大的 诺曼趁机冲锋准备将帕克撞死 不料桥上会让人下杂物 干扰了他的飞行轨迹 原来是纽约市民在用东西 诺曼此前的预言大错特错 纽约市民们不仅知道感恩英雄 还会为他挺身而出 多亏市民们的帮助 帕克腾出手来 把缆车和MJ都放到安全地点 终于可以和诺曼堂堂正正的打一场 交战开始 诺曼痛打了帕克一顿 他洋洋得意 放话一定要虐杀MJ 这句话成为一个转折点 帕克听罢 每根血管都迸发出力量 仅凭大力出奇迹 就反败为生 诺曼被打趴了 不得不摘下面去求饶 帕克这才意识到 自己打了这么久的速递 竟然是诺曼 他一脸错愕 而诺曼则声泪俱下 哭诉自己被黑人格控制了 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的话 诺曼或许还有活路 但他表面求饶 背地里却遥控滑翔机 悄悄重刺 准备将帕克腰斩 殊不知 帕克是有蜘蛛感应的 他一闪而过 让诺曼腰斩了他自己 诺曼死前的最后一句话 是不要让他的儿子哈利 知道他是坏人 帕克出于最后的尊敬 将诺曼尸体送回他家 哈利闻声而来 发现父亲已经死亡 而蜘蛛侠就立在旁边 他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得出结论 父亲是被蜘蛛侠杀的 他从此立下都市 一定要蜘蛛侠付出代价 几天之后 就是诺曼的葬礼 哈利这个时候还不知道 帕克就是蜘蛛侠 仍然对他打了心计 说他就是自己 仅剩的亲友了 两人拥抱在一起 心中所想去 竟然不同 这为他们的友情 增添了一份阴霾 只有再见到MJ之后 帕克的心情 才稍有好转 这还是他们在 大桥之战之后 首次见面 MJ倾诉说 自己在大桥上 已经是第三次 被蜘蛛侠救了 不过奇妙的是 自己在生死关头 脑海中浮现的 却不是蜘蛛侠 而是眼前这个 凡人帕克 是帕克多年的陪伴 让自己至死难忘 所以说 他现在又不再爱 阴影的蜘蛛侠 而是爱上 平凡的帕克了 嗯 帕克十分感动 然后发出朋友卡 拒绝了他 MJ真的很伤心 或许他没有明白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帕克的责任就是 保护所有人 尤其是MJ 为此呢 他便绝不能走进 MJ的生活 否则会让他暴露 在凶恶的敌人面前 受到生命危险 这并非帕克所愿 但他也并无怨言 谁要命运 让他成为了蜘蛛侠呢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这里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心中 本片的两大亮点 一处是帕克和MJ的 语中之吻 美国娱乐周刊夸赞说 在浪漫和俗气之间 有一条清晰的线 2002年蜘蛛侠和MJ 在大雨中的吻 就在这条线上 天然起舞 说的太漂亮了 简直没有什么可不充的 第二大亮点呢 则是蜘蛛侠优雅的 蛛丝飞跃 这些画面基本上 都是用电脑特效完成的 因为有很多镜头 明显摆脱了物理限制 特效总监为此 花了超多的预算和精力 并将这些镜头 形容为天上的芭蕾舞 看得出来 他自己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你喜欢吗 在几代蜘蛛侠之中 你觉得蛛丝飞跃镜头最帅的 又是哪一代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Corefans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